这样一块材料 够冰 够透 靠边的位置有一抹绿 但是太靠边 想把颜色利用起来有难度吗 没问题 接下来看我怎么设计 我们以古代建筑为背景 做出庭院的风格 一到宫门内露出半个太湖石 门外再修一条小路 路上有一个阿罗多姿的少女向庭院内走近 这样设计的主体就有了 左边边缘的绿色设计成庭院旁边的小竹林 颜色形状都得以利用 左下角再设计一个太湖石作为静景 右上角设计两只羽燕在空中飞舞 再点缀一个微风吹动的铃铛 整件作品就有了灵动的感觉 背面以贴合正面设计为主 中间拱门里的太湖石改成庭院中的凉亭 以庭院的对面视角做出对应的景色 把整个庭院中的美景 紧透过凉亭一角 便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让人神往 雕刻石 就庭院中紧露出的凉亭一角 但要做到立体的视觉效果 让原本不算厚的材料 在雕刻上更显难度 时光荏苒 让我们好好欣赏一下 这件游云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